男孩在玩套铁环 憨豆凑过去后 故意碰了下人家 男孩见是个大人 只好兴兴地走开了 随后掏出一块钱 交给老板 他瞪大双眼 伸长舌头 可第一个弯就碰到了铁馆 气得他不停地抽搐 随后又掏了一块钱 见四下无人 他悄悄蹲下身子 用力一把 拿起套圈 在铁馆上随意玩耍 很快就闯了过去 老板见状 只好乖乖掏出礼物 可低头一看 插座怎么掉了 随后来到推臂机前 放入一枚金币 见没反应 又投了一枚 可还没效果 他连续放了十多枚 却一分钱都没看到 这时小男孩刚要投臂 他给人家戴上帽子 然后用衣服盖住头 转了几圈后 把他推到一边 憨豆可不是吃亏的主 见没人注意 他抓住推臂机 用力一抬 却抬了个寂寞 见这样不行 又用屁股撞 可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只好悄悄掃开了 可下一秒 他就静止撞到上面 推臂机能就纹丝不动 这时老板看了过来 他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又扭了几下屁股 撞了上去 见老板看了过来 他只好溜到一边 撞向推臂机侧面 可一扭头 发现男孩衣服里都是金币 还沉甸甸的 气得憨豆直跺脚 突然出口冒出一枚金币 他非常开心 炫耀了半天后 又把金币塞了进去 可低头一看 机器里只有这一枚 这可把他气坏了 随后来到射箭处 用舌头舔了下吸盘 就拉弓射了一箭 可刚射完 他转身就跑 而老板脑门上则多了根箭 然后来到投飞镖的地方 他偷偷把飞镖插到牌上 悄悄溜出来后 趁人不注意 把两只飞镖扔了出去 全部郑重把心 老板见状 只好把鱼交给了他 可刚拿回去 发现塑料袋竟然漏了 遇到排队怎么办 将女孩的娃娃扔到一边 成功前进两位 然后捏下男人的屁股 他猛的一回头 小伙微笑了下 结果就被推了出去 这下小帅排到了最前面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这样聪明 眼看就剩一个空位了 他拐了个弯 抢先一步坐到凳子上 还假装看不见大爷 见小伙全身都是绷带 他不停地比划着左手 故意把脚抬高 搭到另一条腿上 气得小伙直瞪眼 这时轮到23号 再看下自己的76号 觉得非常郁闷 他看了下时间 窝了个乖乖 他的手上竟然有把紫砂壶 我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 旁边的小伙都快笑抽了 他一扭头 突然脸上一洗 对方竟然是52号 他毫不客气地把号换了换 这下小伙不干了 可他根本说不了话 随后过来一对母子 男孩竟然把锅扣到了头上 他俩正好凑一对 见对方看不见 他掏出笔 在人家号码后面加了个0 然后一脸兴奋地嘚瑟起来 这时轮到24号 没想到大爷睡着了 他悄悄起身 想把号拿走 突然大爷一机灵 站了起来 便宜又没站成 他非常郁闷 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 趁小姐姐打电话的功夫 悄悄走过去 把排队箱旋转360度 随后坐了回去 下一秒 护士喊到52号 他刚要过去 却被小伙一把拽住 怎么都走不了 这时很多人跑到前面 说怎么把我跳过去了 他们这才发现问题 小帅的奸计失败了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竟然睡着了 还把号码掉到地上 护士看到后 问这是谁的 小伙急忙发出声音 护士就走了过去 这时正好是52号 小姐姐刚一喊 护士就把小伙推了进去 而小帅找了半天 就是没找到号码 气得他直咧嘴 又重新排起了队 还说自己把号丢了 可人家根本不惯着他 取出信号一看 发现是250号 他非常生气 把号塞进垃圾桶里 突然又一想 还是等等吧 于是把手伸进垃圾桶中 却怎么都拔不出来 这下完了 两只手都用不了了 只好用嘴取了张票 你说这算不算最有应得 医生想吃彩虹糖 忘记摘口罩 糖竟然掉进病人肚子里 他急忙伸手去抓 摸了半天 却摸出一个铁疙瘩 在杆子上敲了敲 没想到竟然是颗子弹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盒关注 他急忙放了回去 还用手往里搓了搓 然后双手一扒 把彩虹糖抓了出来 可上面都是血 这可怎么吃 于是拿过消毒水 在里面洗了洗 用镊子夹出来后 一下放到了嘴里 味道还不错 这时大批医生闯了进来 继续进行手术 只有小帅一个人没试做 突然血痒指数几速下降 小帅走过去 示意让自己来 只见他把工具一收 随后将手伸进肚子里 仅仅用了两秒 就把子弹拿了出来 把其他人都看傻了 血痒值这才恢复 人们给他鼓起帐来 可刚出病房 又被家属叫了过去 无奈之下 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 等人们出去后 见床上躺着个小姑娘 原来他出了车祸 昏迷不醒 小帅又是搞惊吓 又是做鬼脸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掐脖子也没用 于是拿来除颤仪 可他根本不会用 想先在自己身上试试 可刚一按 自己就飞了出去 直接落到病床上 女孩被他一压 竟然醒了过来 你说神不神奇 家属还以为他是神医 急忙过来道谢啊 女人举着猕猴桃 扑斥一下塞进鼻子里 还一副陶醉的表情 助力急忙跑过来 取下猕猴桃 告诉他要放到嘴里 小美这个才恍然大悟 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次开机时 他竟然把猕猴桃塞进耳朵里 导演急忙喊停 对着嘴比划了下 可第三场时 又贴到眼睛上 助力集中生智 把猕猴桃塞进鼻子里 等第四次开机时 才把猕猴桃放到嘴中 这算歪打正着吗 第二个是冰激凌的广告 他拿起勺子 扑斥一下 呼到脑门上 助力急忙跑过来 帮他擦掉 还说这个要放到嘴里 可第二场时 却呼到了脸上 还一副陶醉的表情 导演急忙叫停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助力健壮 拿起冰激凌 自己吃了一口 他表示明白了 随后瓦了满满一勺 刚要放到嘴里 却呼到了鼻子上 随即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急得直拍脑门 最后一场他不负众望 把冰激凌放到嘴里 导演非常激动 可下一秒 他又吐了出来 导演彻底崩溃了 只好拍下一个产品 他拿起除臭剂 掀开盖子 把胳膊高高举过头顶 随后咬了一大口 味道真不错 导演急忙喊停 跑过来告诉他 这个是往夜下抹的 他这才恍然大悟 拍第二场时 只见他掀开盖子 举起胳膊 把除臭剂在夜下抹了抹后 立马放到嘴里 咬了一大口 渐渐有味的吃了起来 直到导演喊停 他才意识到错误 这样奇葩的模特 你说导演还会让他拍吗 电灯突然掉了下来 正好砸中电脑 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抬起显示器 发现屏幕已经坏了 而钱包里还有余粮 把电脑往角落里一扔 又买了台新的 不过喝咖啡时 一不小心 把可乐撒到屏幕上 顿时就死机了 还没无热乎 又报废了一台 随后买了台新的 可看看桌上的咖啡 还有房顶的灯 觉得不安全 于是推开门 来到外面 坐到凳子上 不过刚打开电脑 空中就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他看了看天象 觉得没事 可下一秒 闪电正好批到电脑上 找起了熊熊大火 第三台就这样没了 随后买了第四台 等坐下来后 抬头看了看 天气晴朗 万里乌云 于是按下开机键 谁能撩到 墙上的一块砖掉了下来 正好砸到电脑上 他非常生气 一脚踹飞桌子 发泄完后 还继续玩电脑 突然一个足球飞了过来 正好砸中笔记本 看来还是放在手里安全 一个小伙正在跑步 嫌他挡路了 就推了他一下 连人带电脑掉到水里 心想在路上玩就没事了吧 不料被绊了一跤 笔记本就飞了出去 抬头一看 屏幕还亮着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下一秒 汽车就压了过去 可他不肯认输 拿着桌椅板凳 来到草地上 然后往四周看了看 就在这时 一辆旅游车开了过来 于是又回到家中 一个没拿闻 电脑飞到烤箱里 还开启了加热模式 电脑就成了烧烤 拿酱油石 瓶子掉到电脑上 菜刀插到屏幕上 一天的功夫 坏掉的电脑都堆成了山 有谁知道 这些大概得花多少钱 男人抡起棍子 对着大缸框框就是两下 眨眼间 三个大缸全都碎了 随后扔下棍子 转身就跑 来到水果摊前 抓起葡萄就往嘴里塞 老板见状 一把将它推开 这下他不干了 拿起棍子 高高举过头顶 仅仅用了两下 水果就撒了一地 还不停地嘲笑老板 由于看视频 点了赞和关注 他又成功逃脱 见小伙在砍树枝 大壮捡起刀 跑到树下 框框砍了起来 小伙低头一看 顿时下了个半死 没几下 树就被砍断了 小伙扑通一声 掉进了河里 他非常生气 爬起来后 追了大壮三条街 另一边 男人撒下网后 准备捕鱼 这时大壮跑了过来 看到桶里的小鱼后 又给扔了下去 男人非常生气 大壮也不惯着他 上去就是一脚 把鱼全部倒进水塘里后 赶紧撒鸭子跑路 跑着跑着 正好看到个卖西瓜的 他举起西瓜 啪啪扔到了地上 小伙见状 上去就是两拳 可大壮根本不在意 全部摔碎后 这才跑路 刚摆脱追兵 就看到个卖糖水的 他二话不说 举起来就往地上摔 这都不过瘾 还把人家的车给掀翻了 气得小伙追出了巴黎地 随后来到一个摊位前 抓起盘子里的东西 就往嘴里塞 见对方人多示众 他有点怂了 突然瞪大双眼 紧跑几步 拎起水桶 把粪水全部倒在小伙身上 其他两人见状 也趁火打结 抢了东西就跑 大壮反倒成了最慢的 摆脱追兵后 看到神父正在讲课 他悄悄把凳子撤走了 下一秒 他就塞进水坑里 凳子也被砸得粉碎 在大家的围追堵截下 大壮还是成功逃走了 跑着跑着 看到人们在竹筏上玩 他也想上去 却被撵了下来 他很生气 拎起水桶 哭斥一下 破到几人身上 一弯腰 抬起木棍 几人就掉进了水里 因为他看视频 点了赞和关注 这才成功逃脱 没跑几步 看到有人划船 他捡起铁锤 跑过来后 把男人推了下去 随后抡起铁锤 对着木船 框框砸了起来 眨眼间 小船被砸得稀巴烂 人们都掉入水中 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不过大壮逃跑速度太快 没一会儿就跑远了 正好看到两人砌墙 他爬上去后 端起盆子 把水泥倒了人家一身 随后抡起铁锤 框框砸起了墙 然后用力一推 刚砌好的墙就倒了 兄弟俩赶紧去追 半天后来到河边 看到人家在当秋千 他二话不说 爬到树上 抡起镰刀 割断绳子 小伙扑通一声 掉入水中 男人见状 拿起拖鞋 扔了出去 正好撒到大壮屁股上 疼得他急忙跳了下去 两人赶紧去追 可没大壮速度快 又被他逃走了 看到人家在中水稻 他又手痒了 抢过梯子 一脚将小伙 踹进水坑里 然后把梯子放到地上 用力拉了起来 刚中的水稻 就这样糟蹋了 男人看到这一幕 急忙追了上去 一把抓住梯子 却无济于事 他也被拽得到处跑 玩够了 大壮才停下来 可怜了刚中的水稻 小伙正在吁吁 他把牛牵了过来 把绳子系到小伙腿上 然后猛的一跳 将牛吓跑 小伙可就倒了眉 被拽出了十里地 他终于玩累了 想下河洗把脸 突然一伙人钻了出来 将他暴打一顿 定睛一看 这些都是被他戏弄过的人 你说他是不是罪有应得 有啊 啊